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马匹可以自由往返沙田马场以及重化马场 重化有一个登山跑道 一个设备很完善的马匹康复中心 以及一个可以令马匹在水中步行或者跑步的跑步机 这些对马匹有脚患的问题的马匹都会很有帮助 重化沙田和跑马地成立一个马场的铁三角 可以有利香港菜马会在大湾区发展世界级水准的菜马事业 事实上内地近年相当重视马产业发展 马会和广州市政府在2021年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欧华主要合作领域 包括2026年开始在重化马场定期举办赛事 以及培训更多马产业人才 要真正发挥到马产业的潜能 需要有国际水平的规则 以及最高的诚信标准 所以马会一个很核心的理念 就是多些培训有诚信管理经验的人才 让长远在大湾区马产业发展的时候 可以与国际接轨 令到这些赛事和马产业的其他环节 以最高的水平就验到 正如早前举办的杭州亚运会 马会获要与亚组委合作 为马述项目提供技术支援 马会团队结合国内外专家 同时运用在国际马坛上的联系和专业 令亚运马述比赛以国际水平成功举办 正正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一个好好示范